今天呢 我就想准备又去关锅小峰那里了 我平常其实都是开那个奔起宝马 这些车的 今天呢我要换过一辆最拉峰的 最亮的这车器 等下你就知道了 开门了 你是谁啊 我是董处长 你不认识我了 你不是破产了吗 别说了 开开门吗 给我进去喝点水 口渴了 你走吧 我不认识你 给我进去喝点水 开门了 口渴了 你走吧 我不认识你 你这一个 快点走 去去去去去 快点走 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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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董处长他都不开门了 哪里要这样的人呢 有打开门了 你在发现 Whether to call me 董事长我错了 哎呀 错也不行啦 你明天不要给我上班了 走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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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凤啊 我教你一些道理 当你风风光光的时候 在你旁边的那些 不一定是最好的朋友 当你落难的时候 能够一起陪伴你的 能够一起帮助你的 那些才值得你深交 这种人才是你真正的好朋友 患难见真诚 这种朋友 值得你去深交 是的 通过董事长支持破产 其实也不是真的破产 只是为了试探 对 不是破产 我们是试探一下 我们一些那些人 两面三道的那种人 那种人就通过这个小招 就可以试探出他们 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教育到 很多很多的人 是不是当领导的人 也可以试探到自己的员工 所以说我们试探时就靠这些小事去试探 就知道哪些是真心 哪些不是真心 是真心咱们就重用它 是不是 对 好的 感谢我们董事长 又教会我的一个道理 好好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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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